歡迎收看發興特日 智庫通界內證供首度 今天電話旁邊接通了兩位嘉賓 分別有發興證券上市產品銷售部的副總裁蔡壽紅 EVA早晨 早晨 大家好 早晨 電話另一邊有智庫證券的莊智後Eric早晨 早晨 大家好 先看看大事 上個星期就有突破 不過今個星期來到的時候似乎在28,000都遇到一些阻力 EVA現在的波幅被上個星期拆了 又是時候看看界內證是否比較適合上做部署 沒錯 我們見到 如果以恆子來說 我們今天帶來一隻恆子的界內證 47025 下限價26,700 上限價28,200 中間都包括了兩萬七 兩萬八 如果投資者相信一月底之前 都是在這個區間裏面有幾個月結算的話 可以考慮這隻47025 未來一月底到期 就是看多一個多月的一個時間 如果個股方面 就想看看中移動 慢慢慢慢地上去 就是循序漸進 上次跟我們都說過 就是中移動的界內證 其實都有些資金去部署 如果預期有機會 可能找到一些界內證產品 現在是暫時的證股價就在界外 但是覺得它有機會駁回界內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考慮一下呢 沒錯 我們看看如果說 在941相關的界內證的資金流 來說 過去五個交易日 是錄得資金淨流入的 超過二百萬的資金流入的 接下來首批到期的界內證 941都有的 這隻47022 下限價在63元 上限價在88元 如果以現在 定估在62個嶺這些水平計 要有少少看法 就是它可以在1月底之前 走回到那條線裏面的話 就有機會在線內結算 如果想著有一個樂觀少少的看法 覺得它有機會回到裡面的話 可以考慮回47022這隻的界內證 做一個短線的部署 都近的 證股現在就在做62.2左右 Eric 關於恆子和中移動的部署 有些什麼意見 現在看恆子方面 我想走勢應該都不差 結算前有條件 就試上兩萬塊的水平 94方面 剛才說到63元不是無機會的 還有直播率高 如果真的在解羅來說 那個證股會有問題 那個匯報其實就真的錯 好 申報的時候 先問一下Eva 有沒有拿著上述的證券 或者相關產品 沒有持有的 Eric 沒有持有的 謝謝兩位金主席的分析 以上的嘉賓 是金管局 以及證監會的示牌人 投資者應該要了解結構性產品的性質 有需的時候要尋求專業的意見 或者參與相關的上市文件 過往的表現並非未拿表現指標 發興特約至乎通界內證供首度 是由發興卵證 贊助播出